2021年的7月16日 陈婉婷正式执掌穷中女卓俱乐部 在雷厉风行的组建教练班子的同时 她更是快马加鞭进行运动员队伍的建设呀 当时确实是任务重 时间紧压力大呀 为什么 距离7月30号 关闭夏季转会的仓口期 只有两个星期了 这么多事情要在短短两星期内完成 显然是不够的 完全不够的呀 除了时间紧之外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 俱乐部无法提供天价的转会费用 也无法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工资报酬啊 有人肯定会说 没有高额的回报 谁那么傻 到你那个穷乡屁壤去呢 有 这样的傻瓜 有 并且还很多 这才是一群怀揣着理想 一直前行的人啊 陈婉婷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做事情也是非常果断的 她知道 要把冲中女族打造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是当的充实几个老队员 这是必须的 以老代新嘛 毕竟原有的那些队员太小了 听到陈婉婷的老队员的征集令 一下子就有那么多的 不计较个人报酬的人纷纷投奔到她的会议下呀 赵童 1988年3月出生 曾经是浙江杭州女族的中场核心 她主动投奔陈婉婷 不问什么工资报酬 只要有球踢就行 韩义学 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 体育与运动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1995年12月份出生 毅然决然的从北京队转会到陈婉婷的会议下 曾经的国庆主力后卫1992年出生的李玲 慕陈婉婷的名声而来 从陕西队转入到从中女族 为成为未来的教练员 大基础 河北华夏幸福女族的中场核心张倩 1995年5月出生 因良好的身体数字和过硬的基本功 而被陈婉婷相中 2013年的游16国家队主力后卫黄丽文 1997年4月出生 早在6月份的时候 就听说陈婉婷要入族从中女族 当时她便有了家门的意向 陈婉婷打造女族队伍的着眼点 着眼于将来 着眼于整个的世界的 所以老队员是带新队员的 新队员的培养更为重要啊 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 陈婉婷决意打造一支特别年轻的队伍 经过筛选 9名海南穷中本土的球员 进入了24人的团队 其中包括陈婉婷的嫡系大将 王静怡 王惠明 2019年的游16国家队 长期处于替补席的周梦瑶 打造成了中场的灵魂 周梦瑶千里投奔恩师 义无反顾 最让我感动的是 同样是嫡系的山东的弟子 孙芳心 是她的爸爸妈妈 亲自把18岁的孩子 托付给了陈婉婷 因为信任 因为发展 更因为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 陕西的张星月 2003年12月份出生 今天刚刚过了18周岁的生日 今天 她是第14届全运会 女足18岁以下组的 继军的本将 陈婉婷的24人的队伍当中 17岁的8个 18岁的8个 17 18岁的比例 占到了70%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这一次 从中女足冲甲成功 那么 即将到来的1月份的 冬季的转会期 将会有更多的优秀的小球员 转头到从中女足 陈婉婷的会下 这是肯定会出现的情况 那从中女足 她自己本土的球员 一个个梯队已经搭建起来 她有强大的造写功能 每年都会有新成长起来的球员 充实到俱乐部的女足队伍当中去 有人问陈婉婷会不会引进外援 不会 陈婉婷的想法是 这些小姑娘 从大山里面走出来 应该给她们更广阔的天地 陈婉婷希望这些孩子将来有机会 能够到欧洲美洲的各个国家 去进行锻炼 去增加自己的见识 提高自己的记忆 穷中女足的首发名单 那些名字我们都不太熟悉 今天我愿意报一遍 这些名字将来我相信 一定会闪闪发光 她们是 张新月 周梦瑶 乌长英 黄巧祥 黄立文 孙芳心 王惠明 王静怡 王敏慧 张倩 李玲 我想跟所有的球迷说一句真心话 中国女足的发展历史证明 英雄守旧行不通 安步就搬 走步远 尤其是这20年来 女足走过的道路 一次次的证明 中国女足的发展需要变革 我敢说 陈婉婷的方向 就是中国女足复兴的方向